我是QA的創辦人 72年次 我想用詹姆克儀斯再配搭一下這個作者 在昨月和九月的修練裡面 一個一段文來應言 就是說企業如果要賺錢 不一定要做品牌 也不一定要有任景跟使命 但是如果你想要你的企業 能夠歷久彌心 千幾百年 在困難的時候能夠度過 那你只有用品牌願景使命 才可以在你企業脆弱的時候 凝聚大家的一個向心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做品牌的一個動機 那我首先要非常感謝經濟部 產業署還有台經院 我不是第一次參加製作品牌 我之前還要參加品牌始作 品牌branding 因為做了品牌branding 所以我的logo也被改了 所以一段的藥妃的計畫正在發生 不是那個光藥的藥而已 真的會跳藥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在做品牌的路 那總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人 能夠好好的善用政府的資源 你會跟我一樣會愛上一群公務員 還有一群NGO組織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才是除了你的父母之外 無私的在幫你的人 因為他跟你沒有利害的關係 那我用簡短的三到五分鐘介紹 我找Cubec在做什麼事情 那我本身是建築系的非科班的 但我把餐廳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是辛苦的小孩 所以沒有閃的小孩 我只能夠拼命的奔跑 我創業也只有30萬 那現在的營業額 今年表面會高40億的營業額 那我只花了10年 只花了10年 那前10年是靠我自己 接下來的這一兩年的大變化 基本上都是靠政府 包括我購置 我的台灣移民總部 未來會成為世界移民總部 我會標高蓋26樓 這個都是政府協助我 全力支持幫我的後頓去購買的 那包括現在你看到Cubec的所有的變化 新聞上都已經被政府 強力的在輔導 所以也參加政府很多的賽事 拿到很多的一個獎項 所以前10年 我努力的讓自己被看到 那現在政府看到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拿到參與唯一的國家磐石獎 然後中葉凱模 那運輸出說我是全中華民國 前三位年輕得主 我現在39歲就拿到這個獎 那我最驕傲的是 哈佛頂佛領袖獎 因為前12格 也只有我一個產業 那也只有我一個 這麼人的年輕 那代表 不是你努力沒有用 還是會被看到的 那經國獎 全國優良商人 然後全國品牌玉山獎 我們在做什麼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們 我們是否在改變早餐的一個文化 當時我這樣做的時候 大家都說啊你會倒啊 早餐店哪有人在開冷氣的啊 早餐店哪有座位那麼大的啊 吃完早餐就像有早餐油煙味才叫做早餐啊 但是我們就這樣做 那我們的成本當然是人家的三倍 但後來我發現 當你為消費者做事的時候 你的業績就帶來有五倍 同業的五倍 被基地任貢獻就注意支付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開始只是想要做一間 給自己 認可的一個早餐店 那殊不知就得到很多消費者的認同 所以前十年走了很多願望路 當我們加加品牌藥費的時候才發現 很多錢用的就是白花亂花一通 對 做完品牌藥費之後就知道錢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改變了很多 現在還在景況 我們的數位也是被評比為公認 那個早餐業的科技網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不是我們不能挑戰人家 人家是平台喔 我們是品牌喔 依然可以在他後面喔 因為他跑錯地方了 如果 他們不算餐業的品牌 他們應該去別的地方 QBOK就會成為 第一名 分數大概都是408顆星喔 QBOK沒有比較多名 我要編入你對早餐店的認知 早餐店用SAP最高等的4RM 現在最先進的 我們已經使用了五年了 早餐店用 有機會會贏過微軟的Salesforce 我們也用了六年的7RM 我們也是全台灣 為二用這三道軟體的人 一個就是我的老公家 Savie的人 一個就是 我 所以大家可以期望 QBOK會做得更前進 那目前不是只有這七大軟體 還有兩個軟體正在做 我們機器語言學習也正在進行 然後全業務業務成也在導入 也就是未來 QBOK的每一家門店 只要 今天 營業不好 來喝醋掉 系統就會告訴他 你明天要對應什麼戰術 跟活動 對 那你就要辦 不辦 你就要寫報告 對 那因為這樣 我們已經帶來 盡力成長三倍 所以不是只有這七道系統 來支撐 還有一道系統 平均年齡29.4歲 已經過了六個月了 應該有成長到30歲了 那 三千個人在QBOK的工作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次要做雇主品牌 做完了 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顧問也非常滿意 評選下來 委員對我們應該也都是非常滿意的 因為我們做對了 待會有人看到蠻炫的 就是跟以往我們在招員工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 包括你對待員工的方式 也會完全不一樣 包括你會很清楚他在想什麼 他現階段是不是你要的 還是你要晚一點找他 QBOK的願景就是用安心時產 跟數位科技 這也是品牌藥費計畫幫我們整理的 就是說企業他越來越大的時候 做的事情要越來越少 然後越來越聚焦 越來越有效益 然後跟消費者有夠 所以QBOK在 這十年只會花在安心時產 跟數位科技 對 那我們一路的成長很快 大家不要再說QBOK很厲害很快 因為我把e-sale公司帶進去 我如果要追麥當王跟星巴克要兩百年 那麥當王的歷史也不過八十年 星巴克歷史不過四十年 憑什麼我們台灣要 兩百年 台灣人比他聰明 如果你不相信我們鴻海 郭董怎麼做到世界第一的 第二名到第25名的家主 輸給他第一名的 對不對 我們台積電現在股價發展 對不對 還會再高嘛 到一千二嘛 對不對 所以台灣一定可以做到的 大家不要懷疑 那我跟大家 品牌帶我們餐飲 我 創業的時候 前二十五名 全部被美國包辦 我親自去美國考察 也沒有特別好吃 但是人家就是用系統思維 在做這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台灣先不要小看自己 那這五六名也出現了 Tim Houghton 擠上全世界先生 你來唱一看 那再來 那個中國大陸來得到 還有 如果你說中國大陸就算了 那菲律賓也可以 菲律賓的捐皮全球第22名 歡樂風那個連鎖速食 你不要說人家背後有幹嘛 什麼 又如何 我們背後有 台灣 我台金片給我們支撐 對不對 好 那菲律品牌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 如果 時光可以到 我希望我創業前就有人教我 怎麼做品牌 然後怎麼 招募人 我們在做菲律品牌之前 我們的使命就是年輕人 上課年輕人 對 大家如果認為 QBlogger在賣早餐 那就是 你沒有看到我們的內容 如果你只是要賣早餐 那我們跟菁業都一樣呢 那為什麼菁業開不了 將近 150家的子銀店 QBlogger可以 菁業就一間啊 兩間三間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餐飲是 We are people business 是以人為本的一個產業 對 當你的使命跟願景 如果沒有辦法鄰居人 他學會了 他就想要自己去當老闆 早餐的門檻又特別低 所以他一輩子不會有員工 所以就會怎麼樣 他只能開放 這樣 可是換回來 當如果你有使命跟願景的時候 這個答案完全 不一樣了 對 有些人是求財 有些人求財 那有些幸福家庭長大的小孩 他想要的是使命 像最近來 Interview的人有的問 你們公司ESG的政治是什麼 哇 跌過眼鏡 因為學校就這樣叫他來問 學校就告訴他 沒有ESG的你不要去 因為以後會被逃害 所以現在那位新進者 求職都問ESG 跌過我們企業家的眼鏡 哇你們比我這麼還愛愛地球 對 你要是記得 學者採官學 我覺得應該是學官產 學者帶領的我們 那官員 虧行政策 企業是應該要跟著他們的腳步 因為企業你埋頭苦幹 但是學者他 適宿在海外的經費 大家繳了稅 他們都可以去做好場合 來分享給我們 那你都不用 我覺得很可惜 Q彌的在做部署品牌 你看我們的家人 佔了六成 現在快 快變五成 那我們營業的這個 一個高 我們目的就是要強化 員工對我們的 一個品牌 有一個形象的認知 我不瞞您說 服務業餐飲業 有動物 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到底有了解 為什麼他們會移開 我們了解到了 我們在做母牌實作的時候 有做 先前的問卷 是蓋牌的 不要讓人家知道我們是Q彌的 然後四處的去問 找很多已經在餐飲業的 非餐飲業的 來瞭解你們願不願意加入 那個餐飲業 對然後找餐飲 那所有人都不加入 如果要太早起 不要 我們又分G1跟G2的人 G1的人就是一般正直跟計時 G2的人是什麼 是儲備幹部 想發展的 G1的人更好玩 全部都給你回答 錢多四少 離家境 意思就是他沒有這樣回 他說 我要在我人家下來了 對 我不希望他生意太好 對 你聽到這個 你心情會如何 我們以前都是認為 算我請你進來 給你鼓勵一下 給你怎麼樣 誰知道他 表面上順從你 背後就是怎麼樣 下五首 不希望生意太好 臭也對客人 所以這個在對於你要做品牌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商態 所以我認為 你在還沒有很成熟架構的時候 你不要去選 G1的人 你最重要靠 G1的人 贏得天下 因為哪有那麼多 居度的 那麼優秀的人 的利用 對 但是你前期 如果你規模很小 我建議你 全部都找想要發展的人 好 那這是 QWorker 整理出來的 顧客優先 團隊合作 當則精神 跟創新 變更 我們的管顧公司是 普羅 對 那我們品牌 BRANDING的是 DG 做得非常好 我們開了很多共 這個 我沒辦法左右意見 這是全員的共識 對 我通常都不發表 他們說我發表的時候 他就大隊會定掉 所以我們就凝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公司最怕的就是 年輕人沒有當折精神 所以他們就選一些 圖片 不客優先團隊 做變革 最終 這個才是寶貴 盡量拍 盡量拿去用 對 因為整個精華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是一個 連鎖加入的一個事業 包括內部人要變老闆 所以我們就蓋了 一個 這個問題上面當時 就我們的一個計畫 整個策略 那我們下了一個時候 可能叫 You are the boss 以前都沒有 以前就是 來應徵就好了 薪水開丟掃 就直接跟你職求對決 現在不是 現在先用一個綿綿的一個畫面 告訴你 我們要做什麼 那這六個就是我們在 這次是副作品牌 所 整理出來的 我們就是要對於我們的員工 就是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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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早點 當 服 為什麼前面都要想早起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抗拒我 不要早起 對不對 所以你用這個來誘引他 早起是會成功的 會當服 對 然後要開始去提倡 開心的一個職場 對 那對於家盟呢 我們就用了一個家盟不要怕 安心創業企劃 他成就不一樣的 實現自我的一個價值 這是在配合現在八九年級的人 對 不是 你想要他變成怎樣 就會想要變成怎樣 你要告訴你 告訴他 你剛開始來這邊先協助我們 我們最後變成你自己想要的樣子 全力的去協助他 所以我們就蓋了一個這樣子 一個屋子 現在 我們公司在投 任何的一個廣告 10411 或是相關內宣 或是我們的一個大 大動員樂會 只要沒有這個主題的 都 砍掉 那忘了這個主題 又創新名詞 我們也砍掉 你全部就是要圍繞 又要的boss 早起早成功 早點當服飽 早出新人生 早點當服飽 也會懷疑 這句話 行政院長跟總統都會背 對 因為這句話很好背 他們在我尾牙就講了這句話 我們說你有看稿喔 沒有 因為你看這句話 他剛坐在台下 看我們講完一次 他就耳熟能詳啦 早起早成功 早點當服飽 對不對 早出新人生 早點當服飽 你看 你不要小看這一句話 也許這一句話就讓你 永遠就著迷了 我們有因為這次 故作独白計畫 相對的比參與夜 比較不缺人 所以我們業績也比較高 就是翻轉大家對於科版跟機會的改變 還有跟各位分享 我們這一次Stabi的三家公司 一個是美國的食品業 那一個是日本的Lowson 便利商店 那一個就是那個 萬豪的一個酒店 他們怎麼樣去做雇主品牌 那Stabi完之後 我覺得我們比較偏向 Rowson 就小型店 然後大量的員工 所以我們就 做出了這樣的一個 使用梗 對 那他還有很多 那個 Ci的部分 要做一個定量 就是他有一個 一個 一個 該賴 你不可以違背 他給你的 一個 一個規定 他對這樣 就早起早成功 早點當服 對於員工 就早出新人生 早點當服 對 你就是未來的 那道光芒 照亮元素 所以我們整個計劃 你會看到 就是以光芒 呈現在 You 然後 Rboss Cubric 就是一個平台 來照亮 一個 加盟主 對 那這個 該賴就是 他加盟主片的 就是說 文字只能出現在 正 圖 只能出現在正 那中間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一次的靈文 就是一個光芒 他可以呈現 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就是屬於 員工的 早出新人生 早點當服 就有定義的一個 情境 那你看喔 頭到 這也是員工 一個人在監台 對 就這樣的一個 CI 都是由管顧公司 提供給他們的 所以你說 品牌要飛 真的是錢的問題嗎 不是 我覺得 你只是花很少的錢 然後得到了 這個部分跟台積面 翠銀的所有的人生的 他們的精華 對於品牌的認知 都在這裡 真的很廉價 很便宜 對 比起無知 自己亂花錢 相對的便宜很多 你看 我們接下來 做了很多 都是怎樣 這個就是會在 解密打廣告 然後這個就是 一一一字 你可以 我是忘記放以前的給你看 你大概會跌到第一區 對不對 他每年都花 一兩百萬代印之上 但是現在就是美女的 以前就是收藏的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去對內對外 去發揚這一次的 收穫 希望能夠 加速的募集能力 然後深根台灣 布局全球 那我也要告訴 告訴大家 信念造就一生 我的結語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賺錢 真的不一定要做名牌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幫國家 然後幫 社會 全能力做一些事情 你只有做名牌 才可以 牽涉海面的力量 特別企業都是 跌倒的時候 如果沒有品牌的凝聚力 你很難爬起來 因為跌倒的時候 人會閃掉 你叫都叫不回來 大難民投大家 更自費 可是品牌就是一個燈塔 有這個燈塔 挫敗大家 我還會堅持著 所以我就 以第五項所謂的幾個 幾個項目 來做一個結尾 第一個 瞄打招 學習型的組織 對 那 第2個 一定要用系統思維的去做事 那第3個 要擁護願景跟食物 那最後一個就是 你要自我超越 不斷的在平衡這條路 踏著 從以前的市政樓先生 到現在來很多前輩 他們在世界上還沒有我們成功 但是他們的經驗 可以 我們可以在他們肩膀上 幫助 也不是翻譜他 讓所有走品牌之日的人 因你而要飛 謝謝